港古大師梁錦輝,全新演繹,說惡傳傳 各位,上次陰中皇帝,經不住張光昌搞風搞雨, 諾紫耀宗澤,強行出城,去與金兵交戰。 老將軍忠澤連打兩陣,贏了, 有時他帶著戰馬,指著對面那班金將便說, 誰敢過來?金兵的大將軍想上,被金阿術攔著, 你們不要去送死了,讓我去吧! 金阿術提起開山虎,吹馬來到陣前, 中元帥,果然武藝超群,讓我揮揮你吧! 說完出盡,你押斧頭就兜頭砍下去,這招叫做泰山壓頂,來勢兇猛。 中澤知道厲害的,不敢拿槍桿去隔, 逼著用長槍一撥,當聲,震到兩匹戰馬, 倒退了幾步。 中澤覺得兩隻手臂掛,被震到鼻了, 但是,深入那裡發怯的,一口血湧上來, 倒到喉嚨那樹,堅硬吞回落土。 人就死撐,表面一時看不出東西, 但馬就不同了,不裝得假的。 中澤的坐騎,被震到,咦! 猛地叫,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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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放開四題,就衝入了金營那樹。 這隻馬好像瘋了這樣,又跑又跳, 橫衝直撞,中澤怎麼且僵城都制止不住這隻馬。 馬踏金營,金兵怎麼這麼難呢? 故事那隻馬踏著中澤,一直衝入金營裡面。 在這邊,金營一看,這還了得,快點抓住中澤,要抓山宮的! 這樣搞得兩搞,這邊宋朝的兵長就急急收兵回城, 城門就刪到十一實了。 金營一看,宋軍連元帥都被打走了, 這座城池容不以攻破啊?故事就繼續叫陣,肆無忌憚。 那戰場到的情況,早就有人報告給陰中皇帝知道了, 這時嚇到那條你,打了烈的, 做為外兄, 誰有退兵良賊啊? 張幫昌出班,跪下話了, 萬歲,我一早就說過,不打得了, 打了就一定輸, 我們有誰夠金日術的? 是不過,他力舉千斤鐵龍,打盧安州, 奪兩郎山,不費吹灰之力。 如果再打的,驚承就沒有的了。 老元帥終責任不聽我說, 誰都要出戰? 現在怎樣? 現在怎樣? 死了大將劉忠, 他自己是生是死都未知, 還是照我當初說的做啦, 講和,要求退兵啦,萬歲。 老元帥, 今天術會祭嗎? 萬歲, 我們多給他些東西, 他們北國人, 多見沙漠, 少見人煙, 多見牛羊, 少見美女, 你可以多給金銀珠寶, 歌同美女, 叫他退兵, 退了兵, 再給他些土地, 他見都幾著數下, 自不然就會答應的啦。 怎知陰忠就頭領領地說了, 給些禮品還一般, 割讓土地? 幾大都不行, 先王打落江山, 到朕這樹就失去了, 那怎對得著祖宗呀? 萬歲呀, 火燒眉毛, 顧眼前, 給他一點點土地, 但是, 等救兵一到, 還可以搶回來的嘛。 如果被金銀珠打入京城, 實行消殺搶掠, 江山歸了他, 那就什麼都沒得想的啦。 哪頭大, 哪頭小, 萬歲, 你計清點啦。 那…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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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五十六, 十五十六, 拿不定主意呀。 那時候, 張幫昌那些豬憑狗友, 油軍都督張進, 兵部大堂黃鐸, 加上秦繪, 全部都跪下, 在叩頭說, 張承相說得對呀, 請萬歲三師啦。 陰忠就很無奈地說了, 好啦, 還愛興, 浸, 準就, 不過不知需要多少東西呢? 張幫昌就說了, 今天是一人之下, 萬人之上, 惹少了就不行的, 起碼要給白銀萬兩, 黃金三千, 採斷五百匹, 鎮住兩百粒, 貓眼鑽石, 古董喚氣等等, 請萬歲看著來做戲啦。 另外, 還要選二十個歌童, 二十個美女, 任中就撫笑一下。 嘻嘻, 嘻嘻, 盧外興, 我們打了這麼多連仗, 各父兇去, 哪裡有這麼多現成的東西呢? 萬歲, 倉庫到暫時沒有, 不過, 借住宮中的先都行, 保住京城緊要啊! 嘻嘻, 那, 那就照老外興的數目拿啦! 不過, 不知誰敢去金營廣禍呢? 神言是! 啊, 那就辛苦老外興啦! 張邦昌就拍下心口說, 為國盡忠, 死而無怨啊! 講完, 他就出了金殿, 音宗傳子準備好禮品, 張邦昌想好了啦, 大宋朝實武行啦, 我要為自己穩定退路, 好, 拿這些禮品去北國, 換個官做下! 好了, 那這一日, 一百個御林軍淡淡推車, 美女哥同坐轎, 張邦昌騎馬, 拿著聖子, 去到南門, 叫軍事開門, 那些弓箭手守著城門, 防止金兵乘機進來, 等張邦昌地出城了, 城門又趕快關上, 這時候, 金兵術收了兵, 城外邊靜嬰嬰, 越走張邦昌越深寒, 聽說金兵術殺人不眨眼的, 到時他一睜眼, 我就沒得回來的啦, 唉, 看樣我好像不應該來, 張邦昌一路走就一路驚, 震騰騰騰又走了十里八里路, 終於看見金營那些牛皮帳篷了, 哇, 一座連一座, 漫山遍野的, 再走好幾遠, 就有金兵渴過來了, 幹什麼呀, 不要走過來呀, 再走就放箭呀, 張邦昌就急急落馬, 攻身行禮, 嘿, 行這一禮呀, 夠了卑微呀, 過頭碰到地那樣, 完全沒有了身份, 啊, 仲偉都督, 千萬不要放箭呀, 借你口中言, 傳我心腹事, 我是宋朝乘相張邦昌, 要求見龜閣押述元帥, 還送來禮丹一份, 請傳入刑中, 啊? 那些金兵過來, 看看張邦昌, 接個禮丹, 好呀, 你在這兒等, 不准亂走呀, 我們去送信, 金兵就去到金鼎牛皮帳, 見懸顏押述, 單腳跪地, 不, 原衰, 有宋朝乘相張邦昌求見, 還有禮丹一份, 軍事講完, 就遞了禮丹給金禮, 金禮述看完, 就遞給軍師哈密癡, 軍事, 聽就聽說, 是有個張邦昌, 他為人如何呀? 哈密癡就說了, 張邦昌? 他是宋朝最大的奸臣, 這次他來, 是賣國求榮, 拿大宋皇帝的禮品, 討好狼主你咯。 嗯, 這種反覆小人, 我們不用得, 殺就算了, 慢著, 四郎子, 他是宋朝的奸臣, 只是我們的忠臣, 如果宋朝的兵將, 都像綠燈和忠澤那樣, 哈哈, 我們何時才奪取南朝的國土呢? 米體京城現在被我們困住, 我們一時還未攻破到, 如果他們各路兵馬一到, 我們就會失敗, 如果有張邦昌在朝裏做內應, 攻克京城, 就易如反掌了, 哈哈哈哈。 嗯, 這樣怎麼對付這些人呢? 四郎子, 你只要這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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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保證京城, 就是我們的了。 好, 進來, 準備刀槍臨, 叫張邦昌報名入來, 是, 有個軍事叫出外邊, 準備刀槍臨, 叫張邦昌報名入, 準備刀槍臨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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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金兵, 那些金兵一個傳一個傳出外邊, 很快去, 含含聲衝了幾百個金兵來, 嘩, 那些金兵呀, 各個兇死能登, 依牙鬆降, 兩個一對, 打對面站, 各個手上一把刀, 刀尖雙撞, 刀口向下, 力槍的呢, 槍尖對槍尖, 搭在一起, 一個接一個, 喏, 要張邦昌從這些刀槍底下捐過去, 就特意給他一個下馬威, 看看他的膽量是怎樣, 如果是不怕死的好漢, 照衝到刀尖上, 等你埋到去的時候, 那些刀人立即就會分開, 不會傷到人的, 過槍臨又是一樣的, 那再講那個張邦昌, 嘩, 近來一見到眼前, 立立令鬼頭大到一大堆, 被日頭一照, 即時自己全身起了雞皮, 那些槍尖又尖又尖, 嚇到他下爬猛打掛, 雙腳彈琵琶, 阿波, 報章幫槍求見, 聲音都變了, 叫完了, 他不敢走進去, 他後面有個刀篤, 拿腳尖一踢他膝彎的地方, 快點走啊! 張邦昌即時啪啪, 整個趴下, 連滾帶爬就過了刀槍林, 去到金頂牛皮帳, 那些刀斧手才走開, 張邦昌站起來, 索行大氣, 冷汗濕了三重三, 有人帶著他進了帳篷, 偷眼屎看看, 那下, 金國都督平章, 各個手禁劍柄, 登眉睹眼, 人人金規金甲, 銀規銀甲, 那些甲熱子, 聲聲聲聲響響, 張邦昌的心就想了, 我們大宋朝, 武漢了, 哪是救這些金兵金將打, 看人家多威, 再向上看下, 瑞岸後邊坐了一個人, 三十一二歲左右, 頭如巴斗就眼似同靈, 整個空神那樣的, 不用問阿貴, 實在金國大元帥, 元顏押術啦, 那在金押術一旁, 就坐了一個沒有鼻歌的人, 一猜就猜到他是軍師哈密癡啦, 這時候, 兩邊的金兵就叫了, 見我們元帥, 張邦昌的膝頭一軟, 咚聲跪低, 聚神張邦昌, 朝見郎主, 願郎主千歲, 千千歲, 金阿水, 啪聲拍桌, 張邦昌, 你我是兩國仇敵, 你來這裏有啥事? 聚神, 奉我主之旨, 都歸迎前來已和, 特備謝許禮品, 送給郎主, 望郎主, 望開山路, 撤兵回國, 我們樂意割讓土地, 將來, 我主願, 年年進攻, 歲歲清神, 嗯, 金阿水啪聲, 扔了那張禮丹下來, 張邦昌, 孤王帶五十萬大兵進南朝, 只是為了幾兩銀子幾個美女而已嗎? 我要的是宋朝的江山社稷, 你, 人你, 扎起張邦昌, 拖了他, 人頭掛出營門, 開! 幾個金兵就惡死能燈地走過來, 好像麻鷹捉雞仔一樣, 幾下手腳就扎起張邦昌, 拖死狗地拖他出去, 唉, 張邦昌嚇得魂飛拍散, 以為自己是蒲頭魚死硬了, 唉, 唉, 原歉耀命啊, 原歉耀命啊, 最神中了夏晴匯品, 軍師哈密斯插口話, 原帥息爐, 看張邦昌還有什麼要說的, 嗯, 退回去, 他兩個一個做醜人, 一個做好人, 做戲的而已, 最重要是疾著張邦昌, 正金兵術就說了, 快點說, 張邦昌這時候啊, 被嚇到什麼人格都沒有了, 原歉, 張邦昌我雖然無彩, 不過對宋朝的朝女朝外都非常清楚, 如果原歉能夠留下我一條老命的, 我願意幫助原歉不費吹灰之力, 得到驚誠的, 金兵術就哈哈大笑了, 哈哈哈哈哈哈, 張老爺, 你下爬輕輕, 講這些說話, 騙到帝國, 騙到本稅嗎? 你乃是當朝一品, 宋王當正你是老師, 言聽雞蟲, 你在那裡踩一下腳, 京城都會地震, 你又是中原人, 你不向著宋朝, 會向著我們北國? 哈哈, 人來, 過了他的舌, 斬殺他的手腳, 金兵術越是這麼說, 張幫春越是驚青, 哎呀, 原歉, 原歉, 如果我是三心兩意的, 你原歉, 斬殺我十八輪都可以, 嗯, 此話當真, 原歉, 其實, 我是身在草莹, 心在汗, 大宋朝, 起訴以盡, 大金國, 代當興旺, 我為什麼不信天應人呢? 這次送禮已和, 就在衛神暗座大金, 送銀兩, 郭父空去, 他們哪有力打仗呢? 嗯, 張外興, 你既然對大金國這麼忠心耿耿, 那老外興你就聽風啊! 啊? 啊? 張幫昌還以為自己聽錯了, 揉著揉著自己耳朵, 他不知道做什麼呢? 金兵術又說多次, 唉, 這個人張幫昌聽得清清楚楚了, 笑得他見癌見癌, 趕快摸下頂帽頭, 登下衣袖, 扣上頸喉扭, 整成蘭花那麼瘦, 雙腳跪地, 神載, 神載, 嗯, 顧封你為, 楚王之職, 等公黑京城, 由你代理皇帝, 掌管京城的一切, 等奪到大宋江山, 再重重賞你, 這主龍恩, 老外兄平身啊, 浪, 浪, 千歲, 如果, 如果想得到宋朝天下, 就一定要斷了宋朝皇帝的後代啊, 嘩, 金藥術就未明白他的意思, 張外兄, 那怎樣斷了宋皇的後代呢? 嘩, 監察張光昌叛國後帝, 被封為楚王, 他又對金藥術見什麼計呢? 肉知後事如何, 請聽效, 分解!